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通常來深圳吃酸菜魚 都是想起泰爾或鹿鼎 但現在新興有一間好像蠻火的 叫吳莊 我看了一些報道介紹 它的酸菜都是30多元 還有片皮鴨 都是大約80多元 價錢 還有很多食物價錢都不貴 所以這次就特意來試試 看到有很多間分店 我這次去這間是少人來過的 叫做World Coco Park 來試一試 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一起去試試 Let's go 說說這次交通路線 在深圳搭10號線 會去到瓦堡站 是C2出口出 一出來 基本上一走對面 就已經是商場了 這個商場我未來過 不是很大 餐廳位於商場的三樓 我趁它剛開門 先吃早餐晚餐 它是4時半開門 所以進來就沒有人可以盡情拍攝 其實你見到門口已經很漂亮 國內的餐廳有個優勢 它很敢管的裝修和地方夠大 做得很漂亮 一進門口見到一個頭影 就好像帶回到古代的感覺 穿過走廊 進來就好像進入了古代的庭園 最吸引就是中間有個 我不知道是梅花還是桃花 中間有個庭園位 這些就是因為它要坐 起碼五、六個人 只有兩個人就坐不了 就安排了坐在旁邊這些位置 但亦都不差 燈光也是偏向暗的 吃的時候就會更加享受 而且你看到一些燈籠、掛飾 全部都用過一些心機 還有它播放一些中式的音樂 亦都不太吵 輕輕的 就好像在古代的武俠片 一邊吃東西 又在聽別人彈古增 雖然這裏裝修好丹本 很漂亮 但它的價錢也相當有吸引力 看看看看 這裏都是用QR Code落單的 不過它也有張紙可以拿 看看價錢有甚麼東西吃 這個酸菜魚 它就78元 如果酸菜魚78元 因為一般都要100-200元 另外這個鴨 北京烤鴨 它就是88元 以及168元 88元是半隻的 這裏裝菜也很便宜 鴨球就是6元 其他那些都是9元 10幾元 價錢也不太貴 鎮店招牌菜 普遍價錢也很便宜 好像這個雞 其實都是58元 還有這個黃魚 也是69元 後面那版也看到 那些東西真的很便宜 麻薄豆腐 8元 真的很便宜 炒菜都是20多元 還有一個甜品 這個是麵包 好像很漂亮 這些不同的小炒 這些應該是一些懷洋食物 這個蒜蓉蝦 就40多元 還有湯類 還有這些酒類 普遍來說都是 比較經濟的 像外婆家的那一類 哇 這個88元的片皮 這份量也不少 它半隻 但是 好漂亮 很多片 樣子也不差 它的皮 也有一點厚度 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聞起來挺香的 還有送了一隻腿給你 另外有一個皮 這個皮 看看可否夾一下 看看多不多 有多少塊 也有很多 十塊 也有很多 都是這些 這些配料 有糖 還有醬 那我不客氣了 攝影師幫我包 不過皮好像 凍了一點 摸起來是凍的 鴨皮很香 它是一咬下去 油煙迫出來 有些油香味 表面有一點鬆化的感覺 你看看 皮其實也挺厚的 但是它又不會說 中間有很厚的油 因為可能這個是鴨胸 還有這些肉也挺緊緻 挺細亂 挺好吃的 不過可惜我覺得皮 真的稍微冷了 否則就完美了 哇 88元 真是抵畫 而且質素也不差 這個很棒 吃一個 多吃一個 嗯 還有 吃完鴨腿 先點一下醬 嗯 哇 鴨腿呢 因為它們很多皮 又是酥脆酥脆 哇 好好味 哇 這個酸菜魚 搞笑 78元 這麼大鍋 我給你看一下碗 就這樣看 可能看不到 這個是碗 你看一下 平時百多元的份量 哇 很離譜 而且是兩條魚 我看到有兩個頭 這個一個頭 兩個頭 哇 還有很香 材料 都是很堅的 不是柔柔的 什麼都沒有 有些辣椒 菊花 那些 呃 那些叫什麼 菊花 是呀 這些叫什麼 叫什麼椒 忘記了 花椒 對 花椒 花椒 那些 哇 看看魚 看看魚肉 哇 都不少 應該都是一些鱸魚 哇 那它怎麼賺錢呢 為什麼人家可以賣 百多二百元 它賣這麼便宜呢 很離譜 哇 正啊 不過我先嘗嘗味道 但是看樣子是不錯的 有很多酸菜 咦 對呀 還有很多酸菜 但是這個應該沒有那些粉的 你看看 是不是沒有那些冬粉 沒有啊 對 它就沒有那些冬粉 所以它剛才問我要不要飯的 最主要是一些金菇 還有那個湯 好像也不錯 先試一口湯 是我喜歡的 它不是太酸的 那些的 還有呢 它是微辣的 它不是那些很強的那些辣 因為有時候深圳的那些 它說微辣也很辣 但是它反而是不算很強辣的 不會說很嚇喉 也挺好喝的 我覺得 酸酸的 現在就試鮮魚肉 魚肉好像也挺厚的 真的是平時 它吃那些百多二百元的質素 它的魚都不是那些軟了 我還以為 怕會不會是樣子是俗俗的 但是吃下去 它是沒有魚味 和軟了那隻 或者是刺激的那些 它又沒有的 它的魚肉 都是很紮實 我已經不斷吃 不斷吃的了 但是呢 都要慢慢吃 因為都份量好多 它又吃兩條魚 吃吃吃東西 突然它 放了一個布甸給我們 每人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布甸來的 它是不是 焦糖 焦糖布甸 吃完酸菜魚 剛剛好解辣了 不過送的就沒有甚麼要求 因為它的蛋味其實不太濃的 純粹甜味為主 不過它又不算很甜的 其實吃完這兩樣東西 都飽了九成 但是都想點多一點點東西 所以就想點一個 8 元的麻婆豆腐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以及點多點菜 這個8 元的麻婆豆腐 我來給大家一個碗 不要玩了 我以為這個碗也值得了 8 元 這麼大碗 看看多大碗 而且顏色也挺漂亮 很紅的 也不錯 看它的質素好像也挺正的 我聞起來也是偏辣的 看這個樣子 不知道我能否支持得住呢 讓我試試做給大家聽 吃完第一口 都是真的偏辣 我看到它的樣子 我都覺得應該辣 這麼紅 吃起來真的辣 初初吃幾塊 就覺得沒什麼 但越吃越辣 它的汁又濃又辣 不過我覺得是挺野味的 豆腐本身也挺滑 不過豆腐味就不算很濃 但說真的 8 元真是奇花梳 最後點了一個菜 這個是長角豆燒茄子 這個只有27 元 這個沒有剛才的性價比那麼高 但也算便宜了 20 多元 茄子是剝皮的 比較嫩一點 只是裡面 還有一些四季豆 它叫長角豆 不知辣不辣 它有這麼多辣椒 我怕好像麻婆豆腐那麼辣 吃下去 它這個茄子是很嫩的 而且它應該是蠔油汁 不辣的 辣椒基本上是裝飾的 沒有剛才麻婆豆腐那麼辣 四季豆也挺脆口 挺香 蠔油汁 也是很好送飯的 其實我真的吃不到 所以管著不要浪費食物的精神 你看都沒有吃過 只是吃了一點 試了味 我就打包 拿回香港 給了兩元 每一個盒一元 拿回香港 明天繼續吃 今餐吃了201元 吃了四樣東西 都挺經濟的 這裡吃東西真的很開心 有我最喜歡吃的酸菜魚 還有片皮鴨 可以同一間餐廳都吃到 我想很多香港人 都很喜歡吃這兩樣東西 而且質素不錯 價錢亦不貴 還加上這麼美的環境 嘩 真是正啊 通關之後 感覺上深圳的餐飲 比以前貴了 但不知為何這間 可以做到這麼便宜 這麼大對比 真是不知如何做到 今次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知道如何做的 約定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